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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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今天會帶我們好一點 拜託 現在是早上八點 八點的巴黎 還在橋中 早上還是有一點點涼 天空好漂亮 等一下可能就要下雨了 我們路過一家Bakery 要來吃早餐 我們買了麵包 他的咖啡我們剛剛想說 好便宜又只要1.8歐 結果我就這樣半倍 瞬間覺得很貴 我們買了一個這個 那是火腿的麵包 我們坐在這裡吃早餐 然後來吃早餐 我的麵包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嗯 因為我不是很愛吃麵包 但是這個很好吃欸 不愧是法國 這兩天吃到的麵包都沒有 嗯 到羅浮宮 這邊的天空好美的 應該是玉圖 超多人的 OMG 我趕快去找神秘入口 好多人喔 可是今天天空超美的 這裡是燦門入口 這裡好像不用排隊排這麼長 讓我們看看喔 現在8點56分 9點開圓 排隊就已經排到這邊 但感覺人比較少 9點開圓 就可以直接這樣 快速的進去 好讚喔這個通道 我們進來了在三角形的下面 然後我們要去看 莫娜麗莎 我們現在在 On our way to 尋找麗莎大姐 想得好像我跟她很瘦一樣 超美的欸 這不怕我也看過 這不怕我也看過 哇 那麗莎大姐到底她有多遠 我們已經爬山涉水為了找她了 我們找到麗莎了 超多人欸 麗莎大姐 你好 不知見面 還有人了嗎麗莎 有人了 我與蒙娜麗莎的自拍 好多人喔 超好 她是羅浮宮三寶的其中一寶 順利女神 她叫米洛德維納斯 她也是三寶吃中一寶 我們湊齊三寶了 我們根本就在這裡運動 我們一直在爬樓梯 今天的運動完畢 這裡好美喔 這個家超美的 不行你要像她一樣白爛 歡迎來到我的家 我現在是粉的喔 還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歡迎來參觀 早上十點 外面超級多人要進來 這也太壯觀了吧 這個是金碧桃 超大 剛剛這位女神 一個人都沒有要看她 現在人多到 哇 我們剛剛想說 這確定是那個女神嗎 因為都沒有人欸 現在這些人超大眼冒出來的 爛洛夫宮 要最早 九點就進來 現在後面超多人 剛剛來的時候一個人都沒有 你看你看 他們超酷的欸 現在排超長的 一座排到手伏器 剛才那邊去了 剛剛大概只排到這吧 要來吃我最愛的 巴杜莉馬卡龍 他們家也有這個欸 好可愛喔 療癒喔這些甜點 我最愛的鋪盆這個欸 好吃好吃 好 要去吃巴黎的可麗餅 我們到了可麗餅店 超級香欸 外面超香的 好可愛喔店 我們打算兩個人 分享一個這個 午餐餐餐餐 讚 哇 感覺超好吃 很香欸 有點問號 有點問號嗎 嗯 貌似這是蛋餅 這是歐式蛋餅 對啊 有點焦味 國腿起司蛋餅 我們剛剛解決完那個 真的是已經快飽死了 又來一個這麼大的甜的 Oh my god 這個好可愛喔 雪白的聖誕樹欸 要去菊園美術館 但是我們有一點點累 不知道他會不會讓我們進去 我們進來了 要去看莫內 超美的 都是莫內的畫 一整圈 我覺得他畫得很療癒欸 這樣做著看好療癒喔 快冷解呀 舒服好看 我們在排隊 奧賽美術館 我們預約的是四點的 還是要等一下 終於看到入口了 開了大概二十分鐘吧 很冷 我們剛剛進來 因為好美喔 很漂亮欸 我們在研究地圖 我把一些用名的看一看 而且還有就隨意吧 應該會進過吧 我們今天已經看了三個博物館了 聊頭痛 各位 真姬耶 哇 文森同學的同名兄弟 你好 OK大家 是不是還是那一幅 剛剛那個不是 這幅畫有好歷史喔 我喜歡這幅 這幅畫好可愛 好可愛 這幅畫好可愛 看到一點點欸 看到了木製的展示 都是睡覺 在這裡寫山欸 這博物館超美的 它原本好像是一個火車站改的 我終於看到這幅 從我小學到來台灣展的時候 排隊排得太長沒看到 現在終於看到了 還有這幅 晚島 大卡車館 我們到了 我們今天晚餐要吃的餐廳 因為都是很便宜的法餐 我們已經進來了一個小時 它只上了一個前菜 請問一下 這個速度是要吃多久啦 吃了一個半小時就終於來了 晚上要9點還這麼多人在排隊 裡面還這麼多人在吃飯 還超多人的現在 而且已經9點來了 這裡要上面 巧克力 超大 請問一下這是怎樣 急流飯粥喔 又全身濕了啦 真的很煩欸 而且這是有純閃還是什麼 對啊 我們現在在家樂部 大國的火腿區 這麼大一龜 晚上的巴黎鐵塔 這個河岸配上這個燈光 好像滿美的 它會閃燈欸 那個鐵塔 各位觀眾 我們又回到昨天 等很久公車的地方了 希望我們今天可以順利的搭公車 不要再等很久 然後也希望它可以 就是直接到我們家門口廳 拜託 我的這個眼影好閃喔 哇 他來了 終於來了 我要攔他嗎 欸不是他 喔我攔錯了 那你剛剛走掉 哈囉大家 來跟大家開箱一下 我今天在巴黎逛了一整天 都買了些什麼 那我這邊這一袋 是我今天帶出去的購物袋 然後現在裡面是裝滿的 我們一起來開箱 這個Long Champ 是幫我妹妹買的 大家想要這個牌子的餃子包 蠻久的 台灣我剛剛看價格是4300 然後我在這邊買的話 是大概2900左右 快3000 然後價差有到1300 還蠻多的 我以3000去算 然後跟4300的話 有69折的 因為這個比較便宜 就是它不滿100歐 所以沒有辦法退稅 但是就算沒有退稅 就已經蠻便宜的了 所以這個是我妹的禮物 我就不打開給大家看囉 因為這是已經包好了 我們剛剛去這邊的賈樂福 發現 法國這個牌子的水 超級便宜 這樣一大罐好像不到1歐元 0.8歐而已 超級便宜 這麼大罐 這個是一毫升的 這很讚 來法國瘋狂罐水 那我要來分享 在藥妝店買的一些東西 首先是這個牌子的面膜 我買了這樣兩個可以用用看 看MOMO上面 這樣兩個就要台幣200多了 這邊買兩個才80幾塊台幣 超划算的 早知道我就多囤一點 我剛剛回來才發現它的價差這麼大 再來算是一個補貨 我愛用的雅樣活泉噴霧 這裡真的賣超便宜的 這樣子一罐300毫升的 一罐只要台幣大概250而已 超便宜的吧 我知道MOMO也常做活動 然後會送很多禮盒什麼的 可能最後剩下沒有擦到超多 但我覺得就是來這邊可以 囤個禍這樣子 皮膚保水的B5 我覺得這個算是 你皮膚有什麼問題都可以擦 然後它就是會修復你的皮膚 這幾天用我出霧來完 然後我就帶這一條 晚上睡以前就只擦這一條 然後我現在帶妝也差不多12個小時了 都沒有脫妝的問題耶 所以我覺得它的保濕力也蠻好的 然後修復力也蠻好的 這個是100M的B5 我剛剛上它的蝦皮官網查 100M是賣800 那我這個大概買台幣500塊 所以其實價差也是有的 我覺得蠻划算的 好這就是我非常短暫的購物開箱 那我們就明天再見囉 希望明天會有影片 但我目前不太確定 因為明天的行程滿滿的 可能會很累 所以可能會來不及剪影片 但如果明天來不及上的話 我就是會延後一天 但是我還是會記錄明天 只是會晚一天到兩天上這樣子 ok那我們就 期待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